回忆自己27年的婚姻生活 徐女士说 丈夫的这三句话 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 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 我无所谓 我没关系 车祸摔伤 遭遇忽视 每次就是叫我姐 送一点再过来 然后我还是强忍着 自己在家慢慢把房弄好 我确实也没有说 很留意 我这个人 有时候有点出心吧 开心看房 却被公婆无视 然后她弟就说 我妈的意思 又不是买给你们的 她妈不把我当真是随伟 妻子无处安放的委屈 换来的是赖先生的 不屑一顾 你站在我妈的位置 换别思考 甚至妻子提出的离婚诉求 赖先生也是无所谓 她可能也不想跟我离婚 她只是说 借这个事情 来给我一点压力 究竟是赖先生情商低 还是她根本不在意 我们现场连线了 赖先生的女儿 希望从她的口中 找到两人的症结所在 不料她却语出惊人 我一定赞同他们离婚 在这个家庭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就连女儿 都赞同他们离婚 两个人剪不断 里还乱的关系 让调解员胡建云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没有敌人 可是一身的伤疤 夫妻俩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儿 今天的金牌调解 我的委屈 你要懂 为你讲述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赖先生和徐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我的老公 知道他儿子的同事 也是丈夫 也是夫妻 不要再转睡下去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什么事情都没关系 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赖先生 你今天来这里 你的诉求是什么 姐姐夫妻之间的矛盾 同时 姐姐好 我爱人跟我父母亲 和我兄弟之间 什么相处的这个问题 跟我爱人之间 不要说心有灵虚吧 起码像以前一样的亲密无间 这也可以有 跟我家庭之间就是 最好就能达到 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 有交流 而不是一味地说 你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许女士未雨泪先流 心里藏着无尽委屈 二十多年前 她和赖先生自由恋爱 走到了一起 婚姻生活的甜蜜 很快被丈夫到外地工作的现实 给封存了 随着女儿的出生 独自在老家养育女儿的她 在婆家感受到了一阵阵良意 我一个女人 带着小孩在家 她包括她父母兄弟姐妹 从来没有哪个人 问寒问暖 帮助过我们一点 都是我一个人带着女儿 丈夫不在身边 许女士对婆家人的关爱 充满了期待 她越是期待 受伤越多 很快她发现了 这其中的原因 我生我女儿在医院 她妈一进医院门 就首先就是问我 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说是女儿 然后她妈妈走到船前 就这样看了一下 然后就说 没什么事我先回家了 她妈就走了 在医院五分钟都没待着 她就是重难娶你嘛 你生那个女儿 婆婆是不高兴的 是啊 整个月子就是我妈在招呼我呀 婆婆也不管 她也没有啊 这个事情你跟赖先生说过吗 婆婆的这个态度 我跟她说过呀 那赖先生什么态度 她无所谓呀 无所谓 她没关系呀 她说怎么样都可以呀 当时我在家 我也在医院 我在她就在她场边 母亲过来 情况跟她说得差不多 就是说过来以后 她问了一下 是没待多久 她就飞去了 因为她想想就说 我有娘在那边嘛 我也在家 就是有我们两人照顾呢 应该可以 母亲呢 她就说回家去 她有耕田中土嘛 她确实家里面很多事 她丢不下 她就飞去了 那如果她生的是个儿子呢 可能也差不多 可能啊 我不敢说 一定是这么儿子 那是天男之别 妈妈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吗 多多少才应该非有 那时候就是 我们生了小孩以后 送鸡来送蛋来后 她没有短缺我们的 她就说 没有精神上这一块 起码物质上这一块 她提供的那个资源 我家女儿 然后就是要读书了嘛 我也就带着我家女儿 也就下宣城 就在我姐那里住嘛 她妈从来也没有一个电话 你们在宣城 或者是逢年过节呀 或者怎么样啊 她家父母从来没有 打过一个电话给我的 然后我还是想到 她毕竟是长辈 然后有一次 我带我女儿去 她爸爸妈妈那里 我婆婆是拿了一瓶牛奶 给我女儿 然后她家弟弟的那个儿子嘛 就不肯 就在那里哭嘛 就说不给姐姐吃嘛 我家婆婆就直接 把那瓶牛奶 从我女儿手上拉掉 放飞厨子里面去嘛 是因为小孩一句话 我妈把那个 我女儿那个牛奶拉掉 我说这是不好喝 我说反过来 如果说你站在我妈的位置 换备思考 你怎么去做 做了让两个小孩 不哭不闹 大家都满意这个事情 真的对她家已经是无语的 就是中男群里嘛 我母亲对这个孙子 这个宠爱 确实有点过分 她觉得委屈 就是因为后面发生这件事 让她觉得这个事情就放大了 觉得更委屈 但是你好像也能接受 我们不住在一起 跟你无关其实说白了 对吧 对 孤立无援的许女婿 最期待听到的 是丈夫的一声问候 一句支持 可听到丈夫的答案 许女士内心充满了失落 索性自己和公婆 是分开住的 婆婆的重男轻女 并不影响 她对女儿的关爱 许女士撑起了 家庭的半边天 为的是能收获 丈夫的甜蜜 可很快 又一个残酷的现实 朝她袭来 发生车祸的时候 就是这个没嘴骨 顿了嘛 当时是要我住院观察 我想孩子 还是有一个女儿在家 那时候我在女儿读中学了 每次就是叫我姐 送一点菜过来 或者是叫同事 送一些菜过来 然后我还是强忍着 自己在家 慢慢把饭弄好 等女儿下课回来 有饭吃 我不想让他们过多的担心 那这个事也没有 跟賴先生说吗 没有 她回来 我也没有跟她说过 我当时出了车祸的时候 不是有那些照片 这些东西吗 我特意放在那个台面上 如果她会关心一下我 她看到那个 肯定就会说 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 但是没有 她专注没看见 你是希望她 主动地关心一下你 一年到头 你都没几天在家的 你回来家里面 家里面的事情 你能不能用点心 回去以后 她确实有把那个照片 她放到一个电视柜旁边 还是放到哪里 我确实也没有说 很留意去看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说 我这个人有时候有点初心吧 那你也不会问问她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 没有你还好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 基本上就是说 三天两头 我们都有微信通话 就是说 问一问家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 她也没跟我说 在你的印象当中 是不是好像 真的这个家里 从来没发生过什么 让你烦心的事 一切都好 没有没有 就是真的这一块 她做得确实很好 没有让我在外面 就说担心受怕 她是压根就不知道 我所受的这一切 但你也没说呀 我确实没说 对呀 那你不说 别人怎么都能知道 那是人之残情的东西 对这一部分 赖先生有表达过 对许女士的这种 关心或者是感谢吗 这个家全靠你了 这个确实没有 你觉得她需要吗 那肯定需要 但是因为我们 情形上低一点嘛 就是说有些话 就是说知道 但说不出来 赖先生很委屈 妻子的需求 藏在心里 她猜不透 可许女士已然认定 丈夫没能真正地心疼她 甚至丈夫在说起 这些过往的时候 脸上都是笑容和无所谓 这让她心里感觉很不值 而随着公婆 添置养老房开始 她认定了 这个丈夫不靠谱 就说下全南去看房嘛 然后我跟她弟 看了房以后 我就说没有什么合适的房 我就跟她弟说 我说就不要买那么快 到以后有何意的再来买 然后她弟就说 我妈的意思 又不是买给你们的 我妈就买给我们的房 然后当时我就跟她弟说了 我说买给你们 你不要叫我来看房啊 那你不是把我当猴耍吗 后面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妈他们买房就买房 为什么还要把我当猴耍 她就说我不该这样说嘛 然后两个人就在电话里面吵嘛 我想那行 以后你家的事情 我就不管 然后她就说抓住我这一点话 她家的所有事情 就把我撇开嘛 她打电话告诉我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她的表述是什么 你妈妈买房 把我当猴耍 七八月份这么热的天气 还叫我去看房 那我当时我就这么说 父母亲你钱买房嘛 他们的钱 他们有自由处理的权利 她又给我生气了 又把我骂一对 那个时候她就说出来 她说 哎呀你要这么说 我们就离婚好了 当时她才很生气嘛 她当时就表述点 她不是说 那个时候叫她去看房 她表述的就是说 这个房 当时买到这个房 为什么就落到我弟弟名下 而不是落到我父母亲的名下 她叫她父母亲不公平 只给弟弟买房 但是好像你还挺欣然接受的 觉得没啥 因为我顶替了我父亲参加工作 等于说我父亲给了我一份吃饭碗 大哥是靠着自己 对 弟弟也是 就是说他是没有工作 就在家乡农村 是吧 就是说作为一个补偿 就是平衡一下 那个父母亲平衡 他就说 哎呀我就没有什么 我就买套房给你们了 一直以来 他妈现在就是给他扣文这个扣 就是说他顶他父亲的班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他妈还是这句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一切 都有他父母的份 都是因为他顶了他爸的班 房子专修以后 然后他们金火嘛 请客嘛 请客他家表哥他们的铁嘛 他妈拉过来 来我家 把那个铁拉给他 叫他给他表哥他们嘛 然后我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妈今天来干嘛 没什么 问了他三十遍 就是说没什么 然后过几天以后 他表嫂碰到我就问我 他说你几号去下全南啊 我说下全南干嘛 他说不是他地金火吗 帮兴房吗 我说我不知道呀 他说你会不知道 蹲你老公拿的铁给我们呢 你说那个时候 我怎么感受 面对霍悉尼的丈夫 许女士气不打一处来 可毕竟房子是小叔子的名字 他们又和公婆一起住 他不得不咽下这口气 直到公婆和弟媳妇闹了矛盾 他决定放下妻院 为公婆解决住房的问题 让公婆看到他的好 他忙前忙后 好不容易帮公婆申请到了一套公租房 没料到 却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